貧血老毛病 太習慣而忽略 當心嚴重恐致命 是 我們講到貧血 大家腦中浮出的是男生還女生 都會浮出女生 對 其實女生先天造血 就不像男生那麼強 本身因為男生雄性激素 會刺激造血 所以男生血色素比較高 更慘的是女生每個月 都會流失掉一些血 所以他們後來統計 台灣大概每年輕6到7個人 就有一個貧血的問題 那貧血大家都 這叫缺鐵貧血 缺鐵貧血其實是可以矯正的 長期貧血會造成一些心臟衰竭 大腦提早退化 腎臟壞掉 那講到貧血 我們還有一個 專屬於我們腎臟科的叫 我就舉一個案例 我剛講說大家都看到貧血 都想到女生 可是我想只要男生 尤其過了中年 臉色蒼白 這到時候診察出來 都有一些大問題 有一個45歲的男生 他從20歲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叫 就是腎臟會長一顆一顆水泡 大概到他腎功能就逐日下降 他本來還有在看腎臟科 可是突然某一天 有個腎臟科醫師跟我說 這個病沒藥醫 其實多囊腎 它是一個遺傳性 腎臟就一直發炎 真的也沒什麼藥醫 可是我們追蹤 至少我們貧血的時候 我們就會治療他的貧血 高血壓就會治療高血壓 可是他後來就沒有在看西醫了 直到兩年前 那時候已經來找我的時候 他腎功能剩下已經到第五期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 洪醫師其實我看過其他醫院 醫學中心 那大家都跟他講沒藥醫 他後來去找一個中醫師 他很有信心 他說那個中醫師跟他講 這個藥有得益 就是吃某一些中草 他把他熬煮中草 他說但是要 他已經吃了大概兩年左右 那他有一天 他跟他的小醫 參加他們公司辦那個叫 親子運動會 他們在打那個羽毛球 打到一半 昏倒 昏倒後來送到那個急診室 他的血射數剩下5.5 我說男生的血射數是14到18 剩下1 3分之1 而且他們抽血一看 他不只紅血球低 他的血小板 白血球也都很低 然後他們後來就剛好就收租院 收租院之後做了一個骨髓穿刺 他們診斷是 他有兩個貧血 一個叫做我們講腎臟壞掉 那叫腎陰性貧血 另外一個叫 再生不良貧血 再生不良貧血是骨髓 沒辦法造血 那這個他們後來分析員 應該跟他長期吃中草藥 那中草藥熬煮裡面有重金屬 那他腎臟已經非常糟糕 他根本沒辦法排任何重金屬 每天又一直在吃進去那個重金屬 重金屬累積到一定濃度之後 就抑制他骨髓造血 變成他是男生 有兩個貧血 那個血射數就一直很低 那因為長期貧血 就加速他腎衰減 本來我們預期還有 一段時間才洗腎 他很快就洗腎了 你有看過胖人一點嗎 有啊 那你也會貧血他 其實我們講造血功能跟 我們講說營養不良的貧血 可能都缺乏很多 譬如說惡性貧血缺乏V12 葉酸這一類的 叫營養不良 然後缺鐵造成缺 那種小血球缺鐵貧血 可是有很多代謝症候群 腎功能不好什麼 他事實上你會覺得 他就是胖胖的 可是他的那個造血功能事實上 其實過胖或脂肪過多 也是一種營養不良 他反而會抑制很多的那些 礦物質維生素的吸收 那也是一樣會造成嚴重的貧血 那我們今天在講貧血 那就像剛剛洪醫師提到的 一定要去找到原因 貧血不是一種疾病 它是一種現象 可能造成貧血有很多的原因 所以今天如果說醫生跟你說 你有貧血 一定記得要問一下 為什麼原因造成了貧血 那貧血的原因很多 那其實簡單來講 大概就是可以歸成兩大類 一個就是流失過多 像剛剛提到的 因為女生朋友常常會有 這個月經量流失的問題 常常造成 女生最常見的這個 缺鐵性的貧血 那另外像溶血性的貧血 那這種也是一種流失過多 像我們常常聽到 蠶痘症 其實蠶痘症就是一種 溶血性的貧血 那剛剛洪醫師也有提到 女生雖然常常是這種 因為月經流失啊 造成那種缺鐵性貧血 男生也會 男生如果有貧血要更小心 有時候是腸胃道問題 那有時候它可能是 大腸肌肉 痔瘡 甚至嚴重的話 也有可能是大腸癌 對 那另外呢 一個常見的問題 就是製造的問題 像剛剛提到的 我們的血液主要是 由骨髓在製造 對 骨髓就像一個造血的工廠一樣 今天如果工廠出了問題 例如說像剛剛提到 再生不良性貧血 或者是有時候一些像血癌啊 惡性腫瘤 侵犯了骨髓 破壞了骨髓 這個工廠 它自然也就沒有辦法 製造足夠的血液 像剛剛提到的 鐵汁 維他命B12 葉酸 這個都是造血的一個原料 所以如果這些原料不足 可能是因為流失太多 或者是攝取不足 這個也都會造成 貧血的原因 像我曾經有一個 16歲女生的病患 他是因為腦性麻痺的關係 所以他平常不太能夠表達 他哪裡不舒服 那他因為常常有便秘這個問題 所以他營養上也不是非常的好 那長期都被診斷說有缺點性貧血 但是他到我們的醫院來的時候 我們發現奇怪 他臉色非常的蒼白 我們幫他驗的時候 也是血色素只有五點多 那我們發現說不對啊 他也都有在補充這些營養鐵劑 那進一步我們再幫他檢查他的糞便 發現他糞便有血液的反應 進一步做大腸鏡發現 才16歲女生 結果他已經是大腸癌第四期 這根本沒有辦法治療了 所以也就是說 貧血這種長期下來 一定要去追查有沒有其他的原因 針對這些原因來治療 有些反而不能去補鐵 像低中海型貧血 他反而擔心的是鐵質過多 那大家一聽到貧血都拼命在那邊補鐵 所以這是不對的 因為這是一種遺傳性的疾病 對 很多是父母生下來 對 這種遺傳性疾病 輕度的話 他甚至血色素可以是正常 所以通常是不需要去處理 唯一要注意就是 因為這個是遺傳的 所以如果說以後你的另一半 那要孕育下一代的話 另一半如果帶有同樣這個基因的話 那有可能會生到重度 所以小孩子有可能 對 所以 那如果他自己有 那另外一半沒有 基本上就不會有 他頂多就是帶這個基因而已 有的人他年輕的時候 他可能他就有一些貧血的一些毛病 可是他一般來講 單一因素 不太會造成很嚴重的一個後腹 大部分都是有另外一個因素 再加上去的時候 才知道出大事這樣 那像我一個70歲的一個伯伯 他其實本來就有所謂的地中海型貧血 那從年輕就這樣的嘛 反正就知道血色素不是很高 每次體檢都這樣 那就有一次就覺得 最近好像體力比較差是不是老一點了 然後就去抽血 就以前的血色素都大概11 12 現在就降到大概10上下那左右 結果又過了大概兩個月的時候 突然間變得很喘 送到急診 血色素只剩下7而已 稍後給他住院一檢查 大糖尿病院查就是屬於胃癌 他為什麼胃癌又會造成他貧血變得很厲害 他並沒有胃出血 可是因為一般有胃潰瘍或胃切除 或胃癌的這種病人 他的胃幽門在吸收 維他命V12跟葉酸的能力會下降 所以他就這種V12跟葉酸很缺乏的時候 這在醫學上叫 不一定是得癌症 但是他的名稱就叫惡性貧血 那他就是地中海型貧血跟惡性貧血 兩個加起來之後 就讓他血色素掉這麼多 所以當他把這個癌症開完之後 他血色素就回升了 有一個五歲的小朋友 他一直到五歲才帶來給我們看 那來的時候我一看他的臉 一看就這個就地中海型貧血的臉 為什麼 因為這種他就是會長期造成他的貧血 所以他來的時候 媽媽就說他都長不高啊 怎麼吃都吃不高啊 他每次運動跑步都輸人家 那他臉型就跟人家不一樣 因為他長期貧血的關係 那骨髓又要拼命造血 所以他骨頭會變形 所以你一看到他的顴骨 就這樣整個突出來 稍微有點爆牙 然後鼻子呢 鼻樑這邊就塌塌扁點 然後又有一點點黃膽 所以那一看就很典型的 這種重度地中海型貧血的這個臉 後來經過診斷也確定 他就是一個 重度的這種地中海型貧血 那之後我們定期剛剛輸血之後 那慢慢這個生長啊 什麼這些都就整個改善 因為現在大家的養生做得很好 他這個生命越來越長 他們這種人呢到了中年的時候 發現很容易會有心臟的問題 心臟衰竭啦 心率不整啦 另外呢他們我剛剛提到 這種人他反而會鐵質過多 鐵質過多會堆積在身體的一些器官 他可能會造成他的肝臟的纖維化 堆積在他的這個內分泌的器官 可能會造成他生長 生育的問題 甚至會造成他骨質疏鬆 容易膽結實的問題 這個都是長期如果忽略 不去處理的話 就會有這種問題 那另外跟大家提供一個 這種地中海型貧血不要補鐵以外 它其實可以補充葉酸 可以減輕他的一些 貧血的一些症狀 我們在婦產科比較常遇到的 還是以缺鐵性貧血為主 那有的時候這種貧血呢 大概跟什麼子宮肌瘤有關係 子宮肌腺症這些有關係 那這種比較常見 不過偶爾也是會碰到 比較特殊的案例 像有一次的話 就是我是在急診 碰到一個大概42歲的女性 她本來月經的話 她就說她平常月經量就比較多 所以她其實不太覺得怎麼樣 但是在兩年前的時候 她有一次血崩這樣的狀況 也一樣來急診 那來了急診之後 就是幫她書寫 那跟她說看一下婦產科 她那時候就拒絕 她覺得說 我每個月其實都是這樣量大 不一定要去看婦產科 所以她就離開 離開了之後 家人就說她在離開了之後 她因為貧血 然後在就是 常常血崩這樣的狀況 所以她就去補中藥 中草藥的部分 那中草藥補的部分的話 就是血一樣流 可是好像精神比較好一點這樣子 所以她就覺得 我的狀況越來越好了 偶爾還會看到 那血裡有一些組織這樣子的東西 那她就覺得有點奇怪 那問那個開藥方的 不知道是師傅還是醫師這樣子 那那邊就跟她講說 這個是正常的 因為排掉就乾淨了這樣子 所以她也覺得沒什麼 可是家人就覺得 她的臉色越來越不好 越來越不好 所以後來還是把它帶來急診 這樣子看 那一樣 一抽血就是血紅素 大概五點多 今天大家分享 大概都五點多這樣子 那五點多基本上 就是整個臉色蒼白 那可是還笑嘻嘻的跟我說 她覺得很正常這樣子 但她精神又還不錯 對 精神還不錯 那掉出來到底是惡露呢 還是什麼 對 所以她可能吃那個中草藥 還是有用 我們就是幫她檢查 一看在陰道底下的部分 就是有一個 十公分這樣子的血塊 我們一看還覺得 好奇怪 那邊一大坨什麼東西 後來看是血塊 就直接積在陰道裡面 沒有 還沒有排出來 等於是她一直出血 一直出血 一直出血 累積在那個地方 做那個內膜的取樣 結果發現不只是內膜增生 她已經變成是 子宮內膜癌的意思 對 所以拖了這麼久 也許她在剛開始的時候 只是一個輕微的 子宮內膜增生 那但是她一直覺得 是正常的狀態 一直擺 擺 擺 擺到變成是一個 子宮內膜癌 後來還好就是跟她 講了非常非常久 她總算還是願意 接受這樣的狀況 那後來就是 接受我們手術治療 後來把子宮 卵巢 疏軟管 都得拿掉之外 還得把淋巴做個擴清 那還好後來 病理報告出來 就是初期的一個內膜癌 後續她就不用接受 化療跟放癌 但是它是不是 重要造成這個的 我們也不敢說對不對 對 那個就不知道 對 我是一個活動主持人 然後我本身就是 血紅素就很少不足 所以是完全不能捐血的 像醫生都知道 血紅素不夠不能捐血 然後在一些密閉的空間 如果人很多 游避恐懼 會有喘不過氣 跟覺得頭暈的感覺 有一次就在搭捷運的時候 人會很多 上下班 我就突然間覺得 頭開始暈了 開始喘不過氣 吸不到空氣 吸不到空氣了 接著我就一瞬間 眼前一黑 就到 對 我就只有聽到 人家的尖叫聲 就女生旁邊 然後眼前一黑 當我再次把眼睛張開來的時候 我的人已經從捷運的車廂裡面 到了救護車廂上 還帶著氧氣罩 然後送到急診之後 護理人員就先幫我做 抽血的檢查 他就跟我說 那我們要做 血液氣體分析 要抽動脈的血 抽完 檢查完 醫生就跟我講說 你的血液裡面的 氧氣的含量太高了 超標了 這個叫做是 第二氧化碳血症 原因就是 當你血紅素很少的時候 你的帶氧量不夠 但是你又很想 一直不停的呼吸 一直不停的呼吸 在加速你的 血液裡面的帶氧量的時候 就會 過度換氣 妳這個情形比較說 空腹去做重訓 做到一半會暈 這個我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平血人 你會覺得頭一 紅血球是 它的作用是攜帶氧氣 對不對 你本來攜帶氧氣的車子 就少的時候 我們心臟就要大大力一點 大多一點 所以平血人 你去他的心跳 可能他在休息 他心跳會一百跳 因為他多打幾次才氧氣夠 你如果在密閉空間 氧氣本來就比較少了 你車子運氧氣的車子又少 你就 頭腦就缺氧 就會有那種 昏沉沉的感覺 你可能會焦慮 焦慮緊張的時候 你就換氣過度 血就開始 二氧化氮一直吐掉 那就減血症 那個塑膠袋 對 時代時代 這個有一好處 你這樣下去 你氧氣會更低 那氧氣更低 你又缺氧 這樣離開那個 要去一個通風 比較好的環境 然後慢慢把你的呼吸 調整回來 這個才是正確的 但是其實 譬如說我們常常 那種招會的時候 女孩子會昏倒 其實有時候 不是單純貧血而已 有可能是 低血糖 因為沒有吃早餐 當然有可能是 姿態型低血壓 貧血的人 其實通常都是 營養不良那個族群 都是不吃早餐 那個族群 所以他們很可能會 低血糖 可能會低血壓 也可能會貧血 有可能三個症狀同時 所以原則就是 到那個 營養下 你躺下來的時候 那個 血液就會打到 你的大腦那邊 就慢慢慢慢恢復過了 所以還是要吃早餐 是 像鐵劑的部分 現在已經有一些 就是比較好的技術 就是讓你比較不會便秘 不過你真的就是要 特殊去挑選 我們會一個建議 比較好的做法 就是平常都可以吃一個 就是可以補鐵的料理 對 因為飲食當中的鐵質呢 食物裡頭 從原型食物裡面 去補充的鐵質 基本上是可以讓我們的身體 就是可以去利用 然後不會有那種 鐵質過多的一個現象 那其實我就很推薦 就是玉米筍炒蛤蜊 這一道 對 因為其實像 大家剛剛都有提到嘛 那其實都會覺得說 我們的那個 玉米筍啊 它是蔬菜 那其實它的 鐵質含量也滿高的 那紅肉的部分 其實它鐵質 我們有提到動物性紅肉 就是有一個鐵質補充來源 是可能會快一點好一點 可是我們可以就是 為了避免我們可能就是 擋固性可能太高 或真正是內臟脂肪的部分 我們就挑選就是赤膏的 就是我們的蛤蜊的部分 它有 它是動物性的 而且它又是白肉 所以相較之下 你的一個鐵質 又可以補充到 又不會有多餘的這些風險 而且會建議就是 你這一道菜吃完之後 你就是可能放後 就是來一杯柳橙汁 對 或一顆橘子 或者是一顆奇異果 或一顆芭樂 那其實這樣就是整體來講 都可以幫助我們補充鐵質 而且這一道菜 你是可以每天吃 每天補充的 然後又沒有一些補充鐵 自己的一些風險 關於缺鐵 其實不只讓你貧血 會產生指甲的變形 大家知道鐵 在我們身體裡面 我們一直在強調全身 叫血液循環對不對 對 循環裡面的主角是誰 是我們的紅雪球 紅雪球裡面有一個叫 雪紅素 雪紅素它是什麼 攜帶氧氣到你全身去 那你有沒有想過 有一天你那個攜帶氧氣的 那個交通工具不夠的時候 代表什麼 你全身都在缺氧 所以第一個表現出來的 就是疲勞 疲勞是你的主觀的論述 可是別人看到的是什麼 你真的好懶喔 所以很多年輕女孩子很懶 其實是缺鐵貧血 我再補充一個懶媳婦的故事 我那一天 有一個阿嬤 阿嬤應該11點來洗腎 她11點還沒出現 我們就打電話回去 跟催她來 她11點半來了 來了她就開始在抱怨 她的懶媳婦 她都是我那個媳婦 我那個媳婦 我兒子娶她娶了三年 不但生不出來 然後她做事很慢 那一天大晚都好累 然後都睡到好晚好晚才起床 那老是望東望西 她今天竟然忘了要送我來洗身 她把所有的這個都 歸罪帶著她媳婦那邊去 那我就想她 因為我沒看過她媳婦 後來那一天 她媳婦來接她回去 那我就看到了 我就看到她媳婦 其實臉色是很蒼白 那很蒼白就在頭髮那個 稀稀酥酥的 我當然瞄了一下她的大拇指 她的大拇指凹陷下去 這叫做像湯匙一樣 叫 就湯匙出現一個凹陷 然後很多裂痕 那我就叫她到我的門診 我一看是 她是一個嚴重的貧血 那我一到了門診之後 我幫她抽她的血色素 正常女孩子血色素 大概12到16 你知道她只有多少 她只有6.5 我們其實在急診室 大概到7以下 就會希望她輸血 那6.5之外 你會發現我聽一下 其實我比較擔心的是 我聽了一下她的心臟 然後讓她去做一下心電圖 她的心跳都跳到快100下 等於說因為你缺鐵 她就心臟就會代償 因為你全身缺氧 她就會跳得比較快一點點 對 就類似你每天在那邊 小跑步 那你明明在休息 還在小跑步 你心臟怎麼會受得了 所以後來我看她的心臟 其實有偏大 那我還是希望她去輸血 然後她就說她不要 她說輸血很髒 會得到什麼V型肝炎 C型肝炎 那我就說不然吃鐵劑 然後她說她其實 她就跟我講說 宏醫師 其實她從青春期開始 她的那個金期 每次那個血量都很大 那完之後 其實她這個已經好長一段時間了 那我想了辦法 因為其實以前醫師 就有叫她補鐵劑 可是她說 鐵劑有一個那種金屬的味道 所以她也不大願意吃 那我想怎麼辦 我在想她不願意輸血 又不願意吃鐵劑 我後來好人做到底 我第一個我幫她轉到 我先請她去婦產科 是可以先用一些方法 把她的那個精血調一下 不要每天流失那麼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乾脆來我的診所 打點第一 我們補鐵劑 我們就這個要一個禮拜補一支 我大概給她補了10支之後 其實在三個月 我再幫她驗一下 她的血色素就從6點多 已經上升到10點多了 那整個她的整個 她從她的臉色皮膚 什麼整個都好 更好的是不久之後 一年之後她就懷孕了 所以你會發現後來 她婆婆在說 她沒辦法懷孕 可能跟那個缺鐵劑血有關係 所以大家 台灣缺鐵劑血的女孩子 實在太多了 但是她是一個 可以絞治的疾病 不要把自己弄到好累好累 到最後心臟衰竭等等 要趕快去尋求醫師的一些治療 像我是星子佛洛克 像我就是從小不敢吃肉 就不管什麼牛雞豬羊我都不敢吃 所以我算是長期吃素 然後其實我一直有 就是有輕微的那個 貧血 貧血的問題 但是因為這樣子年輕 我就有一搭每一搭的在吃鐵劑 因為鐵劑的確有一個味道 然後可是就是每年的那個體檢 血紅素都一定是紅字 然後直到有一次 為什麼我會開始注重起來 是因為那時候懷孕 然後突然站起來 就眼前一片黑 我就覺得好可怕 我覺得我快要暈倒那種感覺 然後就懷孕的時候 就趕快去找婦產科醫生 他就幫我抽血 他就說你這樣 就是貧血有點嚴重 他說你這樣不行 因為懷孕的話 如果你一直長期處於貧血的狀態 你會影響到胎兒的那個生長 然後我又加上就是那個心率 有一點不整 就是比較容易喘這樣子 他說你這樣的話會影響到那個 就是怕那個心臟負荷會不太大 所以你開始吃肉了嗎 沒有 因為我就是從小不敢吃 我是怕那個味道 那你為什麼不嘗試看看 我有試過了 就是以前長輩 就是會偷偷把那些雞絲藏在稀飯 就是魚什麼山去 可是我只要一吃到那個味道 我就會吐 那真的沒有辦法吃 就是我們是沒有吃到肉想吐 對 就是君在會想 什麼這裡面都沒肉 假的肉 對 就是最困擾我 就是我睡覺的時候 腳會有那種刺刺癢癢的感覺 就是一定要起來這樣 腳一定要抖一抖 才有辦法繼續睡 就是影響到我睡眠 然後醫生去檢查醫生說 那個是腿部不安 症候群 她說那也可能跟吃鐵有關 所以我就是後來那個懷孕的時候 就是整個孕期都愛吃綜合維他命 什麼B12 鐵劑 然後因為像我小孩 她現在也不敢吃肉 所以我也很擔心 對 我很擔心 還有 你們家比較適合蓋廟室 有明明有研究發現說 小朋友會偏濕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對 真的 因為我不敢吃 她也跟著 也不是遺傳 就是她會生叫的關係 因為她發現你都不吃這些東西 對 她就會模仿 所以其實我老公有在吃肉 然後我們就有說服她說 其實你可以吃 她就說 像我老公在吃雞腿 她就說 爸爸你在吃什麼 她老公就說 雞腿啊 你為什麼要吃雞的腳 他會痛耶 窩窩窩窩 就是那個意思 那怎麼會結婚呢 你怎麼會講 不過鐵過多怎麼辦 你們有沒有想過鐵過多 鐵過多不是 我確實鐵過多的 鐵過多是怎麼樣 為什麼 鐵過多那叫 它鐵會到處去沉著在 另外全身的器官 會容易累 對 而且最容易想肝臟 肝臟會出現異常 她容易累 她不是說 因為你想鐵會生鏽 對 鏽的話在你血液 你就會變得累 那如果把磁鐵放那邊 會吸住 所以你的造型功能太好 所以變成我 那當時我變成用什麼辦法解決 放血 沒有 放血 對 放血 放270斤血這樣放 你可以用放270斤血 那你可以捐血 放出來血不要浪費 不是 可是裡面的鐵就是 可是我怕我的血太濃 也不好看 就是必須要調整 所以你們一直談就是平血 我是血過多的 這個必定少 這個必定少 少也是人 就是長期缺鐵的話 因為引起心臟衰竭的回大這樣子 就有一個病人來我的悶診 主宿一個 就是很喘 很久的 不舒服的 來心臟科悶診求診這樣子 我們幫他檢查發現 他那個心臟衰竭的主宿很高 非常的高 我們幫他做超音波檢查 他那個心臟超音波也動得很差 可是初學發現 他也有很嚴重的一個 缺鐵性的平血 然後我們就雙管齊下 一開始先給他做一些 心臟衰竭藥物的治療 第二個就給他輸血跟補鐵劑 其實大概我們心臟科的 醫師的臨床經驗來看的話 就是心臟衰竭 它本身是因為心臟本身出問題的 心臟衰竭 那個大概很難搞 那個大概不太可能說 半年一年就會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病人大概要服用半年到一年之後 精神狀況 喘的問題才可能改善 但是缺鐵性平血 他大概只要遭到原因 把他補鐵劑 輸血的話 他大概會有一個很 像那個病人他輸完血之後 鐵劑補了之後 兩三個月以後 我們幾乎就完全不需要使用 心臟衰竭的藥物了 就只要長期吃鐵劑 就可以了這樣子 所以他心臟衰竭其實是 就被我們給孝症回來這樣子 因為年輕人通常都會覺得說 自己喘 累 是因為 生活作息不正常 還要夜 亂吃東西 等等 其實就是不要忽略一些 身體發出的警訊 不然你心臟衰竭 這次是有救回來 不是說每次都這麼好 對 耳機應該是營養過 你可能跟我一樣鐵太多 對 我跟你剛好反過來 我停血 你停血 你看不出來吧對不對 不可能 你停什麼 停什麼感覺 我說這東西 我停血跟你們想像的不太一樣 什麼停血 叫地中海停血 那是什麼 那我其實比較輕微的症狀 症狀比較輕微 就是偶爾比較累一點 但是我女兒的症狀就比較多了 她除了心臟有這個二肩半膜 頭就是漏血 然後她的骨骼 然後脊椎方面 也常常不舒服 然後就壓到坐骨神經 然後就不太能運動這樣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 地中海平血造成的 大家一定會覺得 平血就要補鐵 對 絕大錯的錯 其實她的九星哥 她的地中海星 平血它補鐵是沒用的 對 因為反而補一大堆鐵 反而增加身體的負擔 像還有所謂什麼惡性平血 小球性平血 大球性平血 其實是分很多 那我剛才講到的補鐵 它是缺鐵性平血 你要去補鐵 但如果你是二性平血 其實你是要補葉酸 B12這些 其實不一樣的 所以記得觀眾朋友 一定要分析出 你的平血到底是哪一種 在平中哪要補什麼 一般來講地中海 其實就正常影視 因為它主要是跟基因有關 我其實昨天晚上就有一個 真的是50多歲的男生 他是地中海星性平血 然後他又胃潰瘍的時候 導致嚴重的平血的情況 結果他去看心臟科 因為他會有喘有心悸的問題 醫師只給他一個藥 就叫他說你心跳太快了 我讓他不要那麼快而已 結果 因為他相反的 因為你的血液量不夠的時候 你心臟是代償性的變快 要把那個血液打到你的腦部去 結果他把他認為 是我心臟出了問題 我讓他不跳那麼的快 所以心臟沒辦法代償性 去做這個動作之後 他就昏倒了 所以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不要自己認為說 我這樣子的一個症狀 一定是心臟科 或一定是胸腔科 其實還是要去做檢查 當然補鐵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鐵其實它的吸收率也很低 尤其是植物性來源的鐵 像蔬菜 深色蔬菜 深色水果裡面有鐵 但是它吸收率大概只有5到10% 動物性的 肉 紅肉或者是海鮮類 是20到30% 但是如果你不排斥維生素C的話 其實像你這一餐 如果吃了很多含有鐵的食物 吃完之後其實不妨 吃一顆維他命C 還是可以增加鐵的吸收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在吃一些鐵劑的時候 我們還是希望以白開水為主 尤其是如果你喜歡喝一些茶 咖啡 牛奶 尤其是茶跟牛奶 這兩個因為 茶裡面是因為草酸 脂酸 會影響到鐵 而牛奶主要是鈣 我們剛剛講 鈣跟鐵要分開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像我自己有時候在家裡 如果燉一些紅肉的話 我可能在起鍋之前 我可能就會擠一些 你不能下去煮 因為維生素C 它超過60度就被破壞了 對 你是起鍋了之後 撒一點 淋一點 或者是加一點甜椒 其實裡面都有很豐富的 維生素C 可以讓你的營養素 一加一大於 好像老外這樣子也分 老外常吃牛排配果汁 這樣好像拿來吸收 其實單純的飲食 我們常常說不要挑食 其實我們的桌上菜都太複雜了 太精緻了 其實越簡單越好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個是 附加症狀別看錯 找對根源才能治病 上次有在節目提過 醫生就像一個偵探 偵探你們會有一些 病人會有一些症狀 然後告訴你很多的線索 醫生就要去找出 你真正的疾病幫你破案 現在很多的症狀 因為是一個比較 尤其是比較稀鬆平常的症狀 就很容易被忽略掉 我舉例好了 平雪 平雪這件事情 我講的很多青春期的女生 開始就有一些缺鐵平雪 所以媽媽都很清楚 這個女生 這個女生 平雪的女生有幾個特徵 就像林黛玉行 她們都長得很漂亮 因為臉都很蒼白 然後蒼白的臉白白淨淨的 她講話要輕聲細語 因為講太快她們會喘 會講話比較輕聲細語 動作都很溫柔晚約 因為不能太快 你想想 你周邊有沒有這樣的一個人 其實這次滿常見的 你下雨了嗎 這個大概在青春期開始 就有這樣的一個症狀 這個病人到了26歲 他進了那個公司上班之後 他發現越來越糟糕 他連關節開始疼痛 然後就是越來越貧血 越來越不舒服 然後就過來我的門診看 他就說他這種症狀 其實很久了 然後每次他媽媽就燉一些 什麼紅豆 燉一些雞湯什麼給他補 然後他稀稀說是缺鐵貧血 中醫就說什麼氣虛 什麼女性荷爾蒙的關係 他就這樣撐著 只要反正體力稍微比較差一點點而已 直到我剛才他去工作 真的影響到他工作了沒有辦法 他就說他一來他自己就診斷說 紅醫師我應該是貧血很嚴重 當然我們就 對 而且他最近還有一個症狀就是 比較容易水腫 可是女生很多其實上班族久坐 也一樣會水腫 他看到我的在講腎臟什麼 泡水膏貧卷 他覺得好像他都有 他也很累 這些全部 所以他是覺得說就來看我 我們一抽那個叫血液的常規 貧血其實貧血大部分都是紅血球系列 我們血液有三個系列 紅血球 白血球 跟血小板 貧血大部分都是紅血球 這個系列有問題 可是我發現他不是 他的白血球也低 他的血小板也低 然後我驗他的尿液常規 這兩個當場都可以驗出來 他的確也有蛋白尿 而且蛋白尿已經到三架四架這個範圍了 還算蠻嚴重的蛋白尿 這表示什麼 假設你是貧血只是紅血球系列 如果三個系列這叫 全血球性貧血 這個通常跟骨髓造血的功能異常有關係 又影響到我們的腎臟 他又關節炎 其實很多醫師大概就已經可以診斷出來了 這個是什麼 我後來就趕快幫他 他查了一些肢體抗體 一些免疫的一些檢查 果然是那個叫做 紅斑性狼倉 合併一個聖屍球員 紅斑性狼倉 這在很多年輕的女孩子 她們都長得很漂亮 臉都會有一點泛紅 因為那個叫蝴蝶斑 照到太陽臉會更紅 然後關節會痛痛 紅斑性狼倉號稱 他是一個最厲害的模仿者 他可能出現很多都不是 風濕免疫科診斷出來的 都在各科診斷 因為他是一個自體的免疫細胞 在攻擊你全身的器官 可能會攻擊你的關節 你就覺得關節痛痛了 結果就去看骨科 可能攻擊你的腎臟 你就出現蛋白尿 然後就來看腎臟科 就診斷出紅斑性狼倉 有時候是攻擊到你的血管 血管也會胸悶 會去看心臟科胸腔 有時候紅斑性狼倉會攻擊到 腦子的血管也會造成 我們一些中樞神經病變 急性肺出血這些東西 所以他是一個千變萬化 我剛剛講說這些症狀 就是要附加的症狀出來之後 其實不管怎麼樣 其實這個疾病 你只要覺得不大對勁 尤其貧血 我們後來發現貧血 你後來衍生出的問題 會千奇百怪 後來這個診斷成 紅斑性狼倉的女孩子 我就轉到風濕免疫科 開始做了一些脈衝治療 然後吃了一些類固醇 後來他再來回到我門診 他就說他整個紅血球 那個血色素就拉上來了 他就說洪醫師很奇怪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這麼舒服過 因為他以前事實上那個貧血 有可能是不只是缺鐵貧血 還包括紅斑性狼倉 當他的血色素拉高之後 他整個都會很舒服的 所以務必要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症狀 就是找醫師幫你做一些正確的診斷 貧血千萬要小心 我們有遇過一個病人 他是長期月經都很多血 結果他到37歲的時候 他就心臟衰竭了 為什麼 因為你長期在貧血的時候 因為我們人每個器官需要的氧氣量 需要的能量量是固定的 我就知道這麼多 當你貧血的時候 血紅素攜帶氧氣不夠的時候 我只能增加我的心臟的輸出量 你長期短期之內你都不會這樣 而且你會覺得好像沒事 因為你自己可以負荷它 就是覺得你血紅素只有6人 人家是12人 你心臟就多做工 做工之後你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可是你知道嗎 長期這十幾二十年下 你心臟比人家多做十幾二十年的工 就衰竭掉 在家裡就是昏倒 我是這樣子站著 可能譬如說睡醒 然後我站起來之後 我是整個人這樣啪 然後我鼻子是朝地板 直接這樣對 然後我不知道躺多久 反正我起來的時候 我鼻子變好大好漂亮 上嘴唇啊 你牙齒沒有斷念 有有有 牙齒撞破 還好撞破那個嘴唇上嘴唇 可是牙齒沒有斷 妳講的是多久以前是不是 大概十年前吧 我那時候就是一直在出外景很累 然後撞破 安杰莉娜球莉 超性感的 然後我就覺得不對勁 我為什麼會在家裡昏倒 我覺得很危險 我就趕快看醫生 然後我是先查心臟 厭血然後去查心臟 就說有心跳 什麼心力不整這一種 然後加上六滴血壓 然後我有 缺鐵型的貧血 所以我那時候就開始吃鐵 那個鐵啊 吃下去 真的有鐵味耶 真的比較直接在啃鐵的感覺 真的喔 然後吃下去最痛苦的地方 你整個人就有一點 感覺你過海關會嗶嗶嗶喔 因為有時候 那邊都是鐵 對 然後最痛苦最痛苦的地方是 你的扁邊也像鐵一樣硬喔 可是每天就是上不出來 所以後來醫生還在開給我軟便劑 吃鐵多苦 痛苦了 其實補鐵真的是蠻難的 我們講說你這樣吃鐵劑 吃100顆進去 大概只有10顆吸收到你的血液裡面 90顆之後從大便又排出去 那會造成你便秘 因為那個吸收真的很難 比如說我們多吃一些 我們常說要吃什麼紅豆吃肉 動物性的鐵的吸收會比較好 所以吃肉類 但是常常女孩子要減重 其實肉都不大吃 植物性的鐵其實也很高 很多植物性 像一些葉菜的一些花椰菜 這些都有含鐵 可是吃的吸收就比較差一些 可以再額外多攝取維他命C 維他命C會幫助你腸胃道吸收 鐵跟鈣等等這些 停血的原因不外乎兩個 一個是製造太少 一個是流失太多 我們婦產科的停血 面臨到停血 絕大部分是流失太多的 流失太多因為有經血的問題 那我幾個數字給大家 其實很多女生都覺得 我最近經血很多 其實怎麼樣去判斷 至於是經血太多呢 最簡單的一個就是 讓我們這邊抽血最準 抽血就知道你到底有沒有平血 第二個叫做自我比較 你以前比以前多很多 第三個現在有一個好方法 因為現在有一個叫 月經杯 慢慢在流行 這國外因為環保的因素 月經杯它有一個容量 真的放到月經來的時候 放到裡面 然後就 月經杯 請問是什麼比賽要月經杯 就是現在也要用拿經酒杯 經酒杯 它不是一個 是一個容器 一個矽膠容器 放到月經來的時候塞到那 沒那麼大杯 但是可以拿來乾杯 我看過那個 但它的意思是裝在 女生生理裡面 放在硬道裡面 它是一個矽膠材質 進去會卡住 那它的 就分別有超25CC跟30CC 平均是這樣子 但這幾個都是一個參考之外 還是教大概一個簡單 我們副產科當然會告訴大家 平均大概30到80CC 是一個週期算合理 可是很多說30到80 很容易吧 跟大家講一個簡單的數字 你們用的那個 夜安型的衛生棉 如果吸到飽 大概是10CC 那如果日用型 大概是5CC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以我們來換算 白天這樣經常 整個週期換超過 20片以上是滿的 那當然就超過100CC 其實就略多了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Google一下 找PBAC PBAC是我們副產科在 做研究的時候 怎麼樣去估量 人家精血太多 它怎麼算呢 比如說你一個 一個衛生棉 棉金 如果三分之一到 三成 六成跟整個滿 它分別是1分 5分 20分的 一個分數表 那你整個換算多少 結論是超過100分 你就算多 大家可以算一下 可是我覺得 這樣還蠻麻煩的 如果真的有懷疑 到我們醫院來做個檢查 不要算 不要算這個 你會算到不掉 但是我要講的是 除了估量這些 精血多寡與否 千萬不要認為 一種疾病只有一種答案 因為我們以前就遇到過 它就是精血多 它多不多 的確是多 可是它血量數6 如果第一次到我門診 我一定說 你怎麼拖那麼久來 我們把它肌瘤或息瘤問題 處理完了以後 奇怪怎麼拉 還是只有7或8 再仔細檢查 其實後來 這個我們一開始 也是想說鐵吃得不夠 後來就轉腎上 腎功好像差一點點 可是又沒有到第四級 那麼的糟糕 堵不上來 只是莫名其妙 臉就越來越白 因為它血量數又下來了 結果後來是什麼 再生不良性平血 也就是說我們的團隊裡面 其實比較少血液科的 其實有時候 跟血有關的東西 最後還是有可能是血液問題 再生不良性平血 其實就是它 先天也有 但是很多是中後天 三四十歲中年人的問題 所以它其實就是血癌的一種 那這個案子後來就去做了一些 幹細胞的一個移植 血液移植 在整個完轉過 像我在急診就遇到一個案例 50歲的一個阿姨 她有吃素的習慣 那她最近就覺得 走路會喘 會暈不舒服 那又有點微微的發燒 她就去看她的診所 那這次我的意思 一看到她 你感覺很嚴重的評血 就幫她送了血液的檢查 反正她的血液只有4.7 然後就懷疑她是那種 大球性的評血 因為她又吃素 所以怕是維生素B12 夜酸不夠 就請她到急診來 因為血液數已經4.7 已經非常的低了 是正常的2分之一到 3分之一到2分之一 已經很少 那她來到急診 遠遠走過來 我就覺得不太對勁 因為它看起來 不像是一般的 評血的那種臉色 它看起來其實是 有點黃膽的感覺 而且你會發現 它一直在抓身體 好像身體會有點搔癢 然後你就會注意到 它身上會有一些瘀血瘀傷 當它坐下來的時候 跟我描述這些情形之後 我就覺得阿姨你不太對 你感覺起來比較像 溶血性的貧血 而不是一般的那種 單純的貧血而已 再加上我看到你有一些瘀傷 我說我覺得 我們等一下可能要幫你 安排一些檢查 因為我在懷疑你有一些 比較特殊的疾病 可能腎功能會變得不好 這種治療方式需要靠洗腎 她和她兒子一聽都 大慈一驚 說奇怪 我只是貧血想來輸個血 怎麼會弄到要洗腎 然後我想阿姨 不是我幫你弄到要洗腎 是我懷疑你的狀況 可能會需要到洗腎的狀況 後來就抽血幫她做檢查官 就跟我想像的一樣 她有個溶血性的貧血 因為我中間我還 拜託了血液可醫師 把我看血液的抹片 發現她真的血球都破掉了 有溶血性的貧血 再加上她身上的有一些魚斑 其實是 所以她不是單純貧血 她血小斑也非常的不夠 再加上她微微發燒 我一檢查果然腎功能不好 但是那種腎功能不好 不是說到達洗腎那種腎功能不好 但是為什麼我說她要洗腎 因為她這樣子的症候群組合起來 就叫做血栓型的血小斑 低下的直斑症 其實她這種疾病是需要緊急形成 去血漿置換 去做一個治療的 而不是說因為她腎功能 插到需要洗腎 是這個疾病是需要靠洗腎去治療的 所以後來我就跟他們解釋 你看真的是要洗腎 但是我們是要去治療你的疾病 你可能經過幾次的洗腎之後 你的症狀緩解之後 你有可能就可以脫離洗腎這個動作 我們是在治療你這個急性期 這時候她的兒子真的聽完我的解釋 也是看著我跟我說 你好神 醫師謝謝你 你好神 醫師你好神 謝謝你 你好神 這到幾次啊 我們要浪費這麼多食物 最貧血了嗎 有沒有補體補出問題的 這個其實我有一個很 我覺得很遺憾的那個個案 因為我們鐵劑其實我們在吸收 除非你很特別有缺鐵性的貧血 或者是真的身體缺鐵 不然我們本身鐵的吸收其實很不容易 我們大概自己10%左右 自己靠吃 飲食10%左右的吸收 但是缺的時候 身體會自然的代償 把它調整到40% 也就是會增加吸收 所以一般你住在貧血的時候 事實上 它不一定缺鐵 所以它補那個鐵劑 其實如果你長期用了 它會 像我遇過一個 他本身這個小朋友 他就是有連性造血功能不良的疾病 那他常常需要輸血 那因為他是女神 所以他經期來有時候血量很大 因為他是多重性 他的血球 血小板 血色素等等都是下降 所以他女血功能也不好 所以媽媽想說他進血來量都這麼多 所以其實會擔心他也會缺鐵 所以就是又給他補充鐵劑 那他在輸血的過程 本來就會有一些色素成績 又長期用了鐵劑 他後來有一次來 他25歲 他其實20歲被等到這個級別 25歲來到急者的時候 他喘 他以為他是貧血的喘 那後來幫他檢驗 他其實那時候 所以我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你知道嗎 因為有時候女生去看醫師 她說我吃東西 我又一大早要叫我吃那些豬肝 牛肉 我吃不下 那我可不可以改鐵劑來補充 醫師還是跟他搖搖頭 你最好是靠自然食物 真的 這是真的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才問這個問題 要不然女生都解決說 我買鐵劑來吃就好了 我們要分享一個 吃完牛排 他要住院住一個禮拜的故事 真的嗎 我有一個阿公 阿公的洗腎的病人 然後洗腎病 我們每個月都會抽血 最近他食慾不怎麼好 所以抽血 他的血色素掉到剩下9 你知道正常男孩子的血色素 大概要14以上 阿公就貧血 可是又還沒有到輸血的程度 我們就 他兒子來接他的時候 我就跟兒子講 假日的時候 帶阿公多去吃一些好料的 結果後來阿公回來 阿公回來之後就很高興 他說兒子最近 禮拜天都會帶他去吃牛排 我就說OK 血色素真的有 慢慢慢慢也不要上來了 後來又有一次 我禮拜一查訪的時候 我看阿公心情不是很好 他說洪醫師 我問你一件事 牙齒吞下去 要不要住院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怎麼了 他說他昨天 他兒子又帶他去吃牛排 他真的不知道牙齒 什麼時候掉的 他只是他吃完牛排 他發現他的牙齒少了一顆 他跑去哪裡找不到 可是他完全沒有感覺 他說那顆牙齒 牙齒假牙嗎 那顆牙齒是真的 可能已經在搖了 已經在搖了 可能最後就是壓垮 駱駝再一搖下去 可是他說洪醫師 可是我昨天下午吞完之後 就吃完牛排不久之後 覺得這裡悶悶的 胸口悶悶的 然後今天早上還解黑大便 那我就想這樣 這樣就不大對 我就跟他講說洗完腎之後 我就說轉到急診室 去做一下檢查 然後他後來找腸胃科 把那個胃鏡做進去 他的食道被割了大概一個 5公分的傷口 在出血 為什麼後來他們 可是找不到牙齒 牙齒已經排到腸子去了 就經過化掉了 對 腸胃科醫師他們認為 應該是那顆牙齒卡在肉裡面 那端剛好是在暴露出來 我們食道在蠕動那塊肉團的時候 那個因為銳利的那個在外面 他就像這樣刀子一樣在割一下 結果住院兩天之後 那個牙齒就自己排出來了 可是他前兩天就進食 不能吃任何東西 那加上這一折騰 他更慘了 他整個營養整個就垮下 所以我在想老年人在吃任何食物 不好咀嚼的 真的要特別小心 不是嗆到的問題 也不是說堵到 其實他有很多很多 牙齒咬不動的問題 要小心 先生你不吃牛了 對不起 不吃牛了 是信仰嗎 沒有 被割過 我大學時代的時候 參加了喬白社 所以我們喬白社常常會 徹夜在練習 他說就有看到一個學長 約好時間來打牌 就看到他臉上 就那個眼睛就黑眼圈一個 我說學長 你怎麼會這麼一個黑眼圈 他說摔車 他講說他摔車的時候還一直笑 我們一般講到摔車會罵 說我倒霉摔車 他一直笑 我說那你怎麼會摔車 他就說好 我跟你講 我前兩天去 因為其實在我們那個年代 醫生還是有點吃香 其實之前有提到過 當初為什麼要選醫學系 跟這個有點關係 現在也很吃香 現在還好 真的 以前如果你考上醫學系 你那個整村都會 快變了 真的 對 在那個中南部的那個鄉村裡面 都是整村的英雄 但是現在就沒有這麼好的 但是那個年代還不錯 但是那個時候 醫生都還蠻閉手的 常常都到醫學院的時候 都還沒有男女朋友 所以那個學長 其實他已經有女朋友 我知道 是一個護士 但是我說你不是有女朋友嗎 你就相信 他說對啊 可是我有女朋友 我不敢跟我爸媽講 因為那時候他爸媽的門戶 觀念還很重 他認為那個護士配不上他的兒子 所以他一直不敢跟他爸媽講說 他有一個女朋友是護士 所以他爸媽媽也一直以為 他沒有女朋友 就想說那時候他已經大妻了 差不多要跟他 幫他兒子介紹一個對象 那個對象還是家裡也是有一點 就是門當護隊的人 對 所以在那之前 他們想說突然見面 可能怕他兒子尷尬 因為他知道他兒子很內秀 很害像 說不然你們在這之前 先通個電話好了 所以他就打電話給那個女生 因為媽媽逼著就打 可是他心裡面其實是很喜歡那個護士的 他就跟那個女的講說 其實我有地中海型貧血 所以其實就是這個 你知道嗎 這個病是會遺傳的 所以說如果說這樣子 我們以後的下一代可能也 他還不知道說原來是在那遺傳 對 這個萬一這個有時候對著後代 也不是很好 所以其實你們可以考慮一下 結果後來隔一個禮拜 就是相機那一天 就是養方的父母都來了 那個學長他就是大家也去吃飯 那學長就想說奇怪 因為地中海語貧血 雖然會貧血 但是有些人在地中海語貧血 並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他其實外表看起來 就是蒼白一點點而已 他覺得好像 因為他自己顏值也還滿高的 他說我顏值也滿高的 然後這樣子有一點蒼白 好像看起來更像蘇貞 後來他就想說這樣子人家 可能還是覺得他不錯 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自己在那個我們寢室裡面 放學五百七七 他就去拿就這樣溜溜溜溜溜溜 然後我就到時候就想說 我會去捐血 他就說我 我有披肝 對 他就放了五百七七之後 真的臉色就很蒼白 然後去參加那一場 那個就是相親的嘛 結果他就真的告吹了 因為人家就真的覺得 他身體看起來很差 拜託 誰吃完失血 五百七七臉色會好 他就想說這個地中海語貧血 又好像感覺很嚴重的樣子 這真的不是涼配 真的不行 結果他就那天吃完飯之後 他就要騎摩托車回我們宿舍 我們宿舍在山上 他一直嘴彎十八管 因為他放了很多血 頭很瘀移你知道嗎 但是他那摔車 血到一半 體力不知摔車 對 不是實質的酒家 也可能就結成酒家 因為有點昏迷 對啊 所以這個是 其實真的危險 他這個就是放到五百七七 其實真的還滿危險 所以臉是摔傷的 臉是摔傷的 不過他覺得傷得很值得 對 因為他很老酷 所以你看 後來 什麼行為都做得出來 沒有啊 後來有跟他人 有 他後來跟他護士結婚 大YouTube頻道 還有 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